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吧 他做完这个photoshop的这个效果之后给到前端 是不是这样的 前端的话需要什么 也懂photoshop吧 懂一点啊 不是完全懂啊 如果完全懂的话 相当于是不是抢了他的位置了 是吧 懂一点就行了啊 所以说我们前端实际上是一个什么 有一点跨界的吧 是一个跨界的一个什么 一个一个一个岗位啊 前端又懂什么呢 又懂一点点这个设计的东西 是吧 又懂什么呢 后台的东西啊 那么对于你们来说的话 你们是什么 你们是学后台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你们要 你们应该叫做什么 全站工程师吧 你们应该叫全站工程师啊 前后台都通了啊 好 好 因为前端怎么 前端要跟什么 UI进行沟通 所以他要学photoshop啊 学photoshop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呃 Photoshop的话 那么第一点是什么呢 跟UI设计师进行沟通啊 第二点的话我们photoshop怎么样呢 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photoshop辅助我们来做什么呢 页面开发啊 辅助我们来做页面开发啊 好 那么在学这个photoshop之前呢 我们还得怎么样呢 了解一下图片的一些知识啊 了解一下图片的一些知识啊 那么关于图片的一些知识的话 大家怎么样呢 啊 图片的一些知识大家应该是有接触过 是吧 有接触过一些图片的知识啊 基本的图片格式大家应该也清楚啊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图片的话是什么呢 它是组成我们网页的什么 另外一个材料吧 应该叫元素吧 我们网页就是什么 两种 是吧 一个是文字 一个是图片 是吧 网页就是文字加图片组成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图片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什么材料吧 就是组成我们网页的 你得了解这个材料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了解这个应该说原料吧 了解这个原料之后才怎么样 方便你们做网页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 网页制作中常用的图片有哪些呢 首先第一个格式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PSD格式 是吧 PSD格式的话 那么它什么呢 它是Photoshop的专有格式 这个专有格式的话 它不是用在网页上的 它是来辅助我们做网页的啊 网页上是用不了这种格式的啊 好 关于PSD格式的话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跟大家可以打开这个Photoshop啊 打开Photoshop 我们先来了解格式的一些东西啊 打开Photoshop之后 然后大家要打开这些文件 打开一个PSD的文件啊 那么的话 这个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前大课程资源里面这个有一个图片资源里面有PSD啊 PSD里面 大家看一下啊 在这里面就有PSD格式的图片啊 大家的话 如果说你们的文件的扩展名没有打开的话 最好是把它打开一下啊 应该是在这个 查看里面是吧 查看里面有一个这个什么 这是不是有个文件扩展名啊 这个地方 是不是这样的啊 大家最好把这个勾上啊 勾上之后怎么样 你的文件是不是有扩展名呢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PSD啊 是吧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PNG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认识网页 认识什么 电脑里面的文件都是通过这个格式来认识的 是吧 比如说一个MP3是个什么 MP3的格式是什么 音乐吧 声音文件嘛 是吧 什么一个AVI是个什么 视频吧 是吧 好 那么就是说 你把这个文件打开之后怎么样呢 就是可以看到这些什么 这些扩展名嘛 方便大家去认识这些文件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SD格式 是吧 看一下这是不是PSD格式啊 好 我们可以什么 用Photoshop把它打开啊 比如说这个Photoshop打开之后 大家什么呢 点文件 点打开 就会打开啊 打开然后去到这个地方啊 去到这个什么呢 这个前单课程资源里面有个图片资源啊 PSD啊 好 大家先把这个什么呢 先把这个 login打开吧 login 好 打开这个login.psd 是吧 打开它啊 点打开啊 好 打开完之后 那么这就是一个什么呢 登录页的什么呢 这是一个登录页的PSD啊 好 那么打开这个页面有什么作用呢 啊 那么这个就是大家后面要做的一个项目啊 大家后面要做的这样一个项目的一个什么 登录页的效果图啊 登录页的效果图啊 好 那么首先大家也把另外一个打开啊 再打开一个啊 打开这个什么呢 这个 index.psd啊 打开这个啊 再打开一下 好 那么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大家的后面要做的一个什么 天天生鲜网站的一个项目啊 这个是这个项目的首页的效果图啊 首页的效果图啊 大家后面要做这个项目啊 好 那么的话我们啊 现在的话是什么呢 要把这个效果图怎么样呢 要做成页面啊 要做成页面 所以说我们要借助photoshop啊 借助photoshop 这是首页的啊 这是首页的啊 这是什么呢 登录页的啊 大家看一下啊 登录页的啊 那么这个项目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 生鲜电商网站的一个什么呢 项目啊 生鲜电商网站啊 大家后面要做这个项目的啊 哦 那么我们的话 这个前单的课程里面要完成这个什么呢 这个首页的这个制作啊 把它做成一个页面 那么目前的话怎么样 它是不是一个什么 图片呢 它是一个图片啊 大家记得它是一个图片 它不是一个页面啊 它是一个图片啊 好 而且的话它是一个什么呢 PSD格式的啊 PSD格式的 好 那么PSD格式的这种图片的话有什么特性呢 大家看一下啊 首先的话 这个PSD格式的特性是什么呢 首先它什么 它能完整的保存图像的信息啊 完整保存图像的信息啊 包括未压缩的啊 没有压缩的图像数据 然后什么呢 图层 图层啊 那么图层的话是PSD格式的什么呢 一个很特征的一个特性 它能保存图层啊 比如说透明等信息啊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有图层的话 就方便什么呢 可以编辑啊 那么的话 这个格式的话 缺点是什么呢 缺点是什么 它就是什么 应用范围比较广 它只能用在网页的什么 只能用在什么 Photoshop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视频编辑软件里面 可以用到这种格式啊 我们网页的话 是用不了这种格式的 就说这个格式怎么样呢 不能直接插入到我们页面上啊 这是它的缺点啊 第二个缺点的话 什么呢 图片的容量比较大 为什么容量比较大呢 因为它保存了完整的这些数据啊 所以说它的容量就比较大啊 这是它的这个缺点啊 那么大家要通过这个优点和缺点来理解这个图片啊 那么它的优点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是什么呢 它里面有图层啊 图层啊 好 大家刚才打开了这个图片吧 打开这个login的图片啊 打开两张啊 假的点开这个login的图片啊 login图片之后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有个图层面板 大家看一下啊 好 大家先看大概的了解一下啊 这里有个图层面板 如果说这个图层面板 大家没有的话啊 在这个什么呢 窗口里面有个图层啊 这里有个图层把它点出来啊 如果没有的话把它点出来 这个如果打勾的话 大家应该有这个图层面板啊 图层面板 好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图层面板就是针对这个图像的 好 什么是图层呢 我们来 我给大家一个形象的看法啊 至于是操作啊 大家先不操作啊 大家看一下什么是图层 比如说这个里面啊 比如说这个 这是一个logo吧 好 比如说我用啊 好 大家也说一下吧 比如说我用按control键点它啊 可以选中这个图层 我是不是可以拖动它啊 看见没有 它是不是可以随便的动啊 这是一个图层啊 这个图层里面就是说这个图层看见没有 它对应的是这样一个层啊 这样一个层的话怎么样 就是什么 我就可以任意的编辑它吧 好 比如说这里面有个这个车子 大家看一下啊 我点一下这个车子啊 选择这个车子图层 这个车子是不是可以动啊 看见没有 是不是可以动啊 看见没有 包括这个车子里下面的这个阴影是不是可以动啊 这就是图层信息啊 图层信息啊 它是保存图层的啊 所以说图层的话 我们什么呀 我们改变图像这样一个元素的位置 是不是很容易啊 那么就是说 Ui这里师的话 来做这个图像的话 就是做这种带图层的PSD格式 所以说它给到我们前端的话 我们前端怎么样 需要怎么知道这个图层的这些东西吧 比如说这些图层啊 这个就是图层啊 我刚才是直接在页面上 在这个图像上选的啊 也可以在这里面来选啊 比如说这个 这里面是图层吧 图层前面有个这个什么 这个眼睛吧 大家看一下啊 我点这个眼睛是不是可以什么呀 可以把它显示和隐藏啊 是吧 又比这个logo 是吧 点这个logo是不是可以显示和隐藏啊 看见没有啊 好 这个就是大概的一个图层的 大家对图层的一个基本的了解啊 大概的了解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是针对这个字的吧 是吧 好 我在这里点它也可以选中它 然后在里面可以什么 拖动它吧 是这样的啊 好 这就是图层啊 好 因为它要保存这些信息怎么样 所以说它的容量很大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图层啊 好 那么的话 这是关于PSD格式的一个基本的了解啊 大家大概了解到这里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关于PSD的啊 等货的话我们怎么呢 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来要亲自来做这张图啊 亲自来做这张图 好 这个呢 这个PSD的图片啊 亲自来做这张图 好 那么这个是关于PSD格式的啊 大家要记得一点就是一个是什么 专用格式 是吧 网页上用不了的 另外一点 图层啊 大家记得这两点行呢 这两点啊 一个是佛罗学普专用格式 一个是图层啊 好 大家通过这两点去理解这个图像的这个信息啊 好 那么的话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种格式的图片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 JPEG啊 JPEG JPEG的话大家日常经常接触吧 大家应该比较了解吧 好 我们日常的什么 你用手机拍一个照 这个照 这个照片存的格式是什么 JPEG吧 就是JPEG啊 大家记得啊 拍照的什么 我们网页上用的最多的这个图像格式也是什么 JPEG啊 也是JPEG 好 那么JPEG的话它有什么优点呢 这种格式的图像怎么样呢 压缩率比较高啊 然后它的容量相当来说是最小的啊 因为那个压缩效率高容量小的话 所以说它的应用范围非常广啊 比如说我们网页上也用很多 然后的话 平时的拍照用的这个图片的格式也是JPEG 明白没有啊 那么大家理解这个图片的话怎么样 通过这个啊 一个是压缩效率高 然后容量小啊 应该是最小的啊 按理来说目前是最小的啊 相对来说最小啊 那么你不要拿这么大一张图跟这么一张图来比啊 这张图是什么啊 这么大一张图是什么呢 是JPEG 这么一张图是PSD 那么这个JPEG比它大 是吧 不能这么比吧 我说是相对的啊 我要说绝对啊 相对的啊 好 那么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这个JPEG的图片怎么样呢 它是有损压缩 什么意思呢 它会丢掉一部分数据 颜色数据去压缩这个图片啊 导致它怎么样呢 这个颜色什么啊 图像的数据会丢失而失真 是吧 这是它的缺点啊 那么有时候这个缺点是可以什么啊 接受的 就是说有时候丢失这个数据之后 我们的图像怎么样 还是看的还是可以的啊 看的还是可以啊 好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JPEG啊 然后的话 它还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 它不支持透明背景 就是说它的背景要么是白色的 要么是其他的东西啊 它不能是透明的 不能是透明的 然后的话 这个JPEG怎么样 也不能制作成动画 有没有没有 然后的话 这个JPEG的话怎么样 这里还没写啊 它没有图层 它也没有图层啊 它不是用PSD的啊 那么接着说一下 这个图层的话 是PSD里面什么 独有的吧 PSD独有的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还是用Photoshop来打开这个JPEG的图啊 然后文件打开啊 打开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什么呢 这个logo login是不是有个JPEG啊 我把它打开啊 打开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打开 好 打开完之后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什么 是一个JPEG的图啊 这个是不是login的什么PSD的图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login的PSD 是不是有这些图层的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有这么多图层的啊 是不是啊 你看一下有很多图层吧 比如说这个圆圈 是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不是有这个图层的啊 那么再看一下这个JPEG 样子是一样的 是吧 但是它怎么样 是不是只有一个层啊 相当于是只有一个层啊 那么只有一个层的话 我想 移动这个logo移动不了啊 移不移动了啊 移不动吧 移不动啊 像移动这个什么 圆圈移不移得动啊 移不动啊 为什么呢 它们是合在一块儿了 明白没有 它们整体的就合在一块儿了 它没有 它把图层 所有的图层什么 合成一块儿了 所以说JPEG是没有图层的啊 JPEG没有图层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JPEG的 所以说 你如果想编辑这个图的话 最好是什么呢 存一份PSD吧 存一份PSD是最好的啊 那么就可以任意的编辑 是不是这样子啊 JPEG的话是最终生成的一个 最终效果是吧 最终效果是什么 生成JPEG 是吧 JPEG的话怎么样呢 我们还可以什么 把它什么 放到网页上吧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JPEG的图片啊 再打开一下 比如说我们还有 好 其他的图片 拿一个过来啊 那么的话 这个图片资源里面 这里面有个Image 这里面有很多JPEG的图啊 比如说这张水果的图片 是不是JPEG啊 好 我把它拿过来啊 比如说 先看一下它的属性吧 属性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 它的大小是什么 204KB吧 这是它的容量大小是吧 有很多大小 好 我们可以把它打开啊 把它打开 然后是用Photoshop打开它啊 好 文件打开这个 这个图片资源里面啊 这个图片资源 这个Image里面 这个002.JPEG吧 好 打开它之后怎么样 因为它是一个JPEG 看见没有 它的层是不是只有一个层啊 它是JPEG嘛 好 那么它的大小是什么呢 是200多K吧 200多K啊 那么JPEG的话是怎么样呢 它是什么 油水压缩啊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压缩一下啊 压缩一下 比如说这个文件什么 这个啊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存储为 一种是存为外部手用格式啊 那么我们建议大家 用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的压缩效率更高啊 压缩效率更高啊 大家先看一下啊 存储为外部手用格式啊 存储为外部手用格式之后 我们可以存一下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大家看这个地方 可以选什么呢 JPEG吧 不是 这里啊 这里是不是可以选JPEG啊 选格式啊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 把图片的格式转啊 比如说我这里选JF 我是不是转的JF啊 选JPEG 是不是转的JPEG啊 选什么 PSD PNG 是不是选择什么 转的PNG啊 好 我选择这个JPEG之后 然后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选择质量啊 看到没有 它可以压缩的啊 好 比如说我把质量 选择什么呢 百分之 四十啊 那这个质量是吧 好 这个质量之后 我再把它存一下 存储啊 存储啊 存储之后 我存成什么呢 呃 存存假如说放在这里啊 还是刚才那个文件夹啊 Inmetis里面啊 这个前单课程资源里面啊 还是放在这里啊 假如我存成002-01.JPEG啊 我把它保存一下啊 保存啊 保存啊 保存完之后 然后是它默认就有吧 好我把它替换掉一下啊 替换一下啊 好确定 确定完之后 那么我是不是另存了一个啊 好 大家比较一下这两张图啊 这一张图它的属性还是原来那张图吧 200多K吧 啊 不是 200多K是它占有的空间啊 它大小是80多K啊 大家记得啊 这个这个 说错了啊 就是说它的容量大小是80多K 它是占有200多K的空间啊 是这样子的啊 大小是80多KB啊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刚刚我们存的吧 压缩的啊 压缩这张图是什么啊 看一下它的属性啊 多少啊 40多KB吧 是不是压了一半呢 是不是减小了一半呢 那么为什么要把图像减小呢 是吧 减小的话 我们知道我们图像在网线上写示的时候怎么样 我们是先从服务器团下载到本地吧 那么它越小是不是下载到越快啊 明白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图像变小 图像是不是越小越好啊 越小是不是下载到越快啊 越小下载到越快啊 好这是关于JBG的第一个特点啊 就是说它可以什么 就是可以压缩吧 压缩的很小啊 就是说它可以什么呢 压缩效率比较高啊 容量比较小啊 那么的话 这个压缩的时候 它有缺点是吧 我压缩的什么 图像会失真吧 所以说怎么样 你不得压的压的很小吧 压的很小也不好吧 压的很小图像是不好看的 压的很小图像不好看啊 好 比如说我再来把它压一下啊 再把它存储为 存储为外部属性格式啊 好 还是这个JBG 我把它再把品质调小一点 再压的再小是吧 它压到11 是不是可以啊 压到10啊 好 再来存一下啊 存储啊 来到存储为002-02啊 好 保存啊 好 替换 好 然后再确定啊 确定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大小啊 这个大小是多少 属性啊 怎么 是变成19k了 是不是又压了一半呢 又压了一半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张图有什么区别 是吧 三张图有什么区别啊 好 这三张图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放到网页上 是吧 JBG是可以放到网页上了吧 好 放到网页上啊 好 把它放到网页上来 好 粘贴一下啊 粘贴一下 好 放到网页上来之后我们来新建一个页面 是吧 新建一个页面啊 留一个file啊 004 然后这个是图片格式 点html 是吧 好 把它放进来啊 放进来之后 然后来看一下 那么 我们在页面上插入图片很简单 就是用什么 Image吧 好 src的Image 下面呢 有什么 先是002吧 002的JBG 好 这个alt的话就等于什么呢 这个水果的图片是吧 水果图片 好 再把第二个插入进来啊 这个是002-01 是吧 002-01 啊 0-01 002-01 啊 0-01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40多K的吧 这个是什么 是一个80多K的吧 好 这个的话002-02的话 是一个什么 这个是19点多K的一个图片吧 好 上端图片我们来比较一下啊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看一下啊 好 有没有区别啊 再看一下 这个是80多K的 这是40多K的 这是19.8K的 这相当于20K的 看不出来吧 是吧 看不出来啊 基本上有一点点的区别啊 有一点点区别 有一点点区别啊 如果说仔细看的话有区别 嗯 这个的话稍微的猛一点啊 有一点点模糊啊 最底下面这个20多K的 稍微有一点点模糊啊 那么这个80多K的效果还是最好的 但是的话这个区别很细微是吧 区别是不是很细微啊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在什么 我们在把这个JPG压缩的时候 压缩很小的时候 有时候是可以接收的 我们在这个什么 在这个可接收的范围之后 怎么样 把JPG压到最小吧 是吧 所以说JPG的什么 它的显示的质量和这个容量大小 是一对矛盾吧 是一对矛盾啊 一方面来说 我们想让这个图片的容量 越小越好吧 一方面又我们又怎么样 希望这个图片写的越清晰越好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两个怎么样 都是用户体验吧 油量越小 下载的越快 是不是越爽啊 图片越清晰 是不是看的也越爽啊 但是这两点怎么样 不能同时并存吧 不能同时并存是吧 所以说怎么样 我们是什么 在图片的这个 写示的效果 尽量清晰的情况下 把图片尽量压小吧 只能是这样子啊 只能是取一个中间值啊 好 取一个中间值啊 好 这个就是关于JPG的这个图啊 JPG的图片啊 好 大概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这个什么呢 有一点点这个什么区别啊 然后这种图的话怎么样 我们在网页制作中也用的最多啊 用的最多啊 什么地方用的最多呢 就是如果说我网页上面怎么样 我不需要被不需要透明的背景的话 我们就一般用这种图啊 一般的话 如果是不要透明背景的话 就用什么 JPG 有没有 有没有 好 这就是关于JPG格式的啊 好 大家大概有这么个了解吧 就是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啊 一个是相对来说容量最小 相对来说容量最小啊 然后是有准压收会失真 但是可以接受是吧 可以接受啊 然后怎么样 不知识透明背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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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关于这个JPG啊 JPG的话怎么样呢 它还怎么样 它还可以不知 不能制作动画是吧 那么这个也没有动画啊 这个也不能制作动画啊 那么 制不制作动画的话 我们是针对于什么 第三种格式是什么 GIF吧 啊 GIF这种格式啊 GIF这种格式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它是什么 制作网页小动画的 采用图像格式是吧 啊 什么要什么是网页小动画呢 大家发的QQ表情 是不是怎么样 是不是GIF啊 啊 你们聊QQ的时候 发的那个QQ表情啊 那你们在动的 是吧 那个都是GIF 没有没有 是吧 啊 好 好 GIF这种这种图像的话怎么样呢 它什么优点啊 啊 无损压缩啊 图像容量小啊 啊 然后的话可以制作成动画 然后的话 什么 支持透明背景啊 这是它的优点啊 缺点的话怎么样呢 它的图像的色彩范围只有256色 色彩范围很少啊 色彩范围太少了啊 我们说图像的色彩一般是什么呢 是不是有256的三次方种颜色啊 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吗 有256的三次方种颜色啊 这个的话它只有256色 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呢 色彩丰富的图片怎么样 不能存成这种格式吧 不能存成这种格式啊 那么它的话怎么样 还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 它不支持半透明 不支持半透明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有个图像 有半透明的这种效果 它不支持 它要么透明 要么不透明 它只能这样子 是吧 要么透明 要么不透明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 它的这个什么呢 图像变远会有锯齿啊 图像变远会有锯齿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在这个里面也有这个GIF的图片啊 大家看一下啊 这里面有两张GIF图片啊 我们把它拿过来啊 然后来插到页面上看一下啊 好 好这两张图啊 003-01-003-02 是吧 好 那么一样的 它插入界面上 一样的用Imagic Imagic这个什么呢 标签吧 好 src等于Imagic里面的 003-01GIF啊 好这个是什么呢 或者等于什么呢 这个是 汽车的图标啊 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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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标啊 好 这个汽车图标啊 好 003-02的话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什么 loading动画吧 loading 动画啊 好 这两张图插入界面上 大家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来刷新一下 是吧 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 汽车的图片吧 然后这是一个动画是吧 所以说我们的GIF怎么样呢 可以成为动画啊 好 那么这张汽车的图的话 大家如果把它放大 大家看一下啊 放大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汽车的边缘 是不是会有锯齿啊 再看一下啊 是不是会有锯齿啊 有锯齿啊 这是它不好的地方啊 它如果存成这种透明的什么呢 透明的这种边缘的话 怎么样 变样是什么 如果变样是这种曲线的话 会有锯齿啊 如果是直线的话就 就看不出来锯齿吧 不要是这种曲线的这种边缘吧 好 那么的话我们来看 把这个什么呢 给它一个背景色吧 整体的给个背景色 大家就看到了啊 比如说body 然后的话给它一个 background color 给它来一个什么呢 go的啊 好 这个背景色啊 这个背景色的话 那么就可以透出背景色吧 好了 刷新一下是吧 这是个背景色啊 是吧 那么就是什么 它是不是背景是可以透明的吧 但是怎么样 有锯齿吧 有锯齿啊 这是GF不好的地方啊 但是GF有个优点是可以什么 制作动画 好 这是大概的一个了解啊 GF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格式啊 还有一个什么呢 PNG格式 PNG格式的话是什么呢 它是网页制作级什么 日常使用里面比较普遍的图像格式啊 它是什么呢 这个格式什么呢 它是用来什么呢 基本上用来取代GF的啊 那么有一点不能取代的什么呢 它不能制作动画啊 这一点它就不好了啊 如果它在制作动画的话 它基本上可以代替GF的啊 好 那么这种格式什么呢 它也什么 优点什么 无损压缩 然后图像容量小啊 然后它支持什么呢 它的优点是什么 支持透明背景和半透明的色彩 啊 这是它的特点啊 然后透明图像的话边缘光滑啊 透明图像边缘光滑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NG的图片啊 PNG的图片 那么这里也有啊 PNG的图片的话 这里有几个 比如说这里001 是吧 然后是有002啊 这两个PNG的图片啊 把它拿过来啊 好 粘贴一下 那里看一下啊 004-01啊 004 004-01 01 这个是一个PNG是吧 PNG的图片 然后的话 它的这个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汽车是吧 对 它是一个汽车啊 好 这是一个汽车图标啊 好 这个的话 004-02 004-02 004-02的话 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卡通小女孩吧 是吧 小女孩啊 卡通 卡通图像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张图啊 这两张图 好 同样的我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汽车呢 怎么样 它也是透明背景嘛 它的变样怎么样 它的变样比较光滑吧 这是GF啊 看这张图 它的变样是不是很光滑啊 是没有巨石啊 所以说它是不是可以什么 比它优秀一点啊 是吧 好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PNG怎么样 它支持这种半透明嘛 看一下这个小女孩 它是不是有个什么 阴影啊 这个阴影是半透明的 是不是 隐约的可以透出后面的什么 这个金色吧 这是半透明啊 这是半透明 好 这是关于这个PNG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小女孩 这张图片 如果把它转化成GF 是怎么一回事啊 好 这有一张GF 是吧 这个怎么转呢 我给它转一下 那么就是 我把它打开是吧 把它打开一下啊 嗯 这个 然后把它打开 然后是这个什么呢 好 打开它吧 这是PNG啊 好 PNG的话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有点阴影的效果啊 大家看一下 如果在Photoshop里面 如果是这种透明的 这种 如果是这种棋盘格的 这种效果的话 什么呢 就是表示它是透明背景的 大家记得啊 如果是这种棋盘格的效果的话 就表示透明背景啊 好 如果说我把它转成什么呢 GF啊 那么怎么转呢 存储为外部首映格式吧 存储为外部首映格式啊 然后的话 这里选择什么 GF 是不是可以转啊 转成GF啊 好 我这个时候再存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存储啊 存储的时候 把它放到这个里面呢 还是啊 这个 好 002-02.GF 是不是啊 GF啊 好 保存一下 好 确定啊 确定完之后 我把它插入进来啊 插入进来 插入进来 好 这个是GIF啊 GIF 好 好 这个放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002-02.GIF 004-02.GIF 是吧 好 好 这个放进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来刷新一下 是吧 再来看一下它们的区别 这是GIF吧 这是PNG吧 看一下 这个怎么样 并然是不是有巨石啊 这个半透明的转换成什么 用白色的什么呢 跟它填了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啊 它没有半透明效果 是吧 它用一个白色的跟它填充了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啊 就是说它没有半透明的效果啊 好 这是关于GIF和PNG 好 那么这是大概的一个印象了啊 那么的话 我们在网页制作中的话 怎么样呢 就是什么 就是有所选择吧 我们一般怎么样呢 如果说想做这个变样比较好的话 还是用什么 PNG吧 但是的话 这个PNG怎么样 它不能做动画 是不是这样的啊 所以我们做动画它是怎么样 还是用GIF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 前面讲的这三种格式的话 是网页最常用的三种格式啊 这常用三种格式啊 大家理解这三种格式 怎么用的话 那么就基本上可以了啊 好 后面的话再说几种格式啊 还有一种格式是什么呢 那么WebP的这种格式 这种格式是什么呢 就是它将来要取代JPG 它据说的话 它怎么样 它的容量比JPG更小啊 那么的话 缺点是什么呢 它目前不支持所有的浏览器 就是它只支持部分浏览器 所以目前还没有大量的使用啊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种格式啊 后面可能会用到这种格式啊 那么就是 这是关于WebP的这种格式啊 WebP这种格式 和JPG差不多啊 但是目前什么呢 只有Chrome浏览器啊 或者是Opera浏览器支持啊 就是部分浏览器支持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说的这几种格式的话怎么样呢 都是属于什么呢 都是属于什么 这个是属于位图的啊 位图的话怎么样呢 也叫点阵图啊 点阵图 点阵图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有什么呢 有一个方块组成的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这些图都是属于点阵图啊 比如说我把它放大 这里有个放大镜吧 比如说我把它放大一下 大家看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图像是不是有无数的方块组成的啊 无数的方块组成的啊 这种图的话都是属于点阵图 比如说我们这个PSD也样的 是吧 是不是有无数的方块组成的啊 无数的方块 看见没有 是不是小方块啊 这个叫像素点啊 无数的小方块组成的 这种图的话叫什么呢 点阵图 也叫位图啊 也叫位图啊 那么前面我们说的这几种格式都属于什么呢 都是属于位图 好 那么的话接着我们要说的什么呢 关于什么 尺量图啊 尺量图是怎么回事啊 位图的话是什么呢 它是由无数个方块 无数个点组成的 尺量图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它是由什么数学公式来计算生成的啊 数学公式计算生成之后 它是由什么排数曲线啊 那种方式来描述生成的啊 那么这种图像有什么特点呢 它叫做什么放大不失真啊 图像放大然后不失真啊 那么变样非常光滑啊 变样非常光滑啊 这是关于这个尺量图啊 好 那么你居然说尺量图这么好的话 我们目前用什么尺量图呢 那么大家还需要知道一个什么 SVG这种格式啊 这种格式的尺量图的话 那么目前用的比较多啊 那么它尺量图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图像容量小啊 图像放大不失真啊 然后变样非常光滑啊 然后支持什么 透明背景和半透明的色彩啊 半透明色彩啊 这是它的优点啊 那么实际上的缺点是什么呢 它的色彩不够丰富 色彩不够丰富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位图怎么样呢 它一个什么呢 很小的一个区域 是不是有很多个小块啊 每个小块都可以表示一种颜色吧 那么什么位图是做不到的 它是用一个大块的色块 来做这个尺量图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呃 尺量图的它的一个不好的地方啊 好 那么的话大家这么理解就行了啊 这个是放大不失真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这个尺量图 然后的话色彩不丰富 好 那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尺量图的话 是怎么呢 来来看一下哪里有啊 我们这个里面也有尺量图啊 比如说这个006.svg 是不是是不是一个svg的图啊 好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啊 复制一下放到我们的页面上 是吧 放到我们的页面上啊 好 粘贴一下啊 粘贴之后我们用图片把它插入进来啊 然后是这个 emerge啊 emerge src等于什么呢 这个006啊 img啊 src的image是里面的这个 006 006 然后是点svg吧 好 这个的话也是一个汽车图标啊 汽车图标 好 这个放进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看它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啊 刷新一下 好 太大了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那张svg啊 看一下 它的边缘是不是非常光滑啊 我把它怎么放大它的边缘都很光滑啊 无限放大看见没有 这边缘是不是非常的清晰光滑啊 对 这就是svg的死量炉啊 大家如果想达到这种效果的话就用什么呢 死量炉啊 而且它的容量也很小啊 容量也很小啊 看看它的容量是大小多少啊 属性啊 它只有两点什么呢 2.3kb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多大是吧 这个有6.32kb 是不是这样的啊 它的容量也很小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svg的图像啊 svg的图像 好 不管怎么放大怎么样 都不失真吧 不管怎么放大都不失真啊 好 已经放大了很大的啊 好 这是关于svg的死量图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格式啊 死量图一个格式 好 好 那么的话这是关于死量图的第一个格式啊 那么还在最后介绍一个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flash格式啊 是另外一个死量图格式啊 这个死量图格式怎么样呢 它是什么 退出历史的重量级网页死量图格式啊 退出历史的啊 那么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那个flash的时代啊 有人经历过吧 是吧 我们以前的网页什么 网页上面全是flash是吧 道具在动 道具在闪嘛 是吧 那么这是flash啊 flash的话怎么呢 就是后面怎么样呢 因为什么什么 一些公司的打压 然后的话 这个flash的话 有它致命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 不支持射手引擎吧 flash里面的一些 用的一些图像啊文字啊 都是包成一个包 是吗 封装成一个包 然后射手引擎 收不到里面的东西 明白没有 收到里面的东西 它里面的东西都收不出来啊 然后一点的 还有一点什么呢 它运行比较慢啊 然后的话 然后还有一点什么 浏览器需要装插件才能看它吧 需要装插件才能看这个图像啊 那么的话 这是它的缺点啊 那么这些缺点的话 那么有些公司也不支持它是吧 比如说苹果公司 第一个不支持flash是吧 那么 那么导致它什么呢 导致它什么 就是慢慢退出历史舞来了啊 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啊 好 那么这个图像的话怎么样呢 它的优点很多啊 它是实量了什么 不实真吧 然后它容量又小吧 它又支持什么 透明和半透明啊 然后它怎么样 它还可以什么 做动画 它还可以做动画 还可以什么 还可以编程 还可以写交互啊 所以说它里面什么 用flash还可以做游戏是吧 什么整个网页也可以怎么样呢 用flash来做 以前我们有很多网页是什么 整个一个网页都是一个flash动画 这么做的 是吧 好 这是关于flash的啊 大家了解一下有这么个文件就行了啊 好 这种flash格式的文件怎么样 它的什么呢 扩展名是什么呢 就是 在这里有啊 是什么呢 SWF SWF 这个是flash格式的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flash格式的这个图片 它有什么特点啊 来看一下啊 好 来把它插入进来啊 flash插入进来的话是用什么呢 不是用Imagic标签 它是用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新标签 比如说EMBD 啊 这样一个标签 然后的话什么呢 这个SRC等于这个什么 007 点SWF啊 这样一个图 这样一个什么呢 这样一个flash的文件啊 把它复制进来 复制一下啊 复制一下啊 然后粘贴一下啊 好 这个放进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它的效果 好 好这个放进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来把这个页面来怎么样呢 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啊 看一下是不是有这个啊 运行一次啊 因为页面插入了flash 哎 这个flash了 看一下啊 好 运行一次啊 好 不指使了吗 啊 因为这个flash怎么样 它需要什么 需要插件的知识吧 看到没有 这是它有致命的弱点吧 看到没有 运行一次也不行吗 选不行啊 好 非要更新是吧 非要更新啊 看没有 这是flash的弱点吧 看到没有 它非要这个插件才能运行啊 好 那么我们换个浏览器吧 看一下换这个 看一下换一个 火壶吧 火壶看一下啊 好 火壶也太慢了啊 我看一下 好 火壶的话 很可惜火壶没有这个插件啊 太好了 好 那么以前的网页上造型都是flash 现在网页上没有flash 大家也看不到了 是吧 以前随便打一个网页上面都有flash 现在反而太难看了啊 我运行一次应该可以啊 运行一次也不让我运行吗 好 大家在这个flash 怎么看flash 大家什么 点右键怎么样 可以什么 看一下这个效果什么 关于什么 Adobe flash 是吧 player吧 那么这就是一个flash文件啊 flash文件啊 那么我大概描述一下这个文件是干嘛的 它是一个什么 小探照灯啊 小探照灯 然后你鼠标放上去之后 它里面的灯帽都会掉下来 这样一个动画啊 大家词典可以什么 再看一下这个格式吧 好吧 好 这现在实际上是显示不了了啊 显示不了这个格式了 好 这是关于flash啊 好 那么我们了解这些格式是为什么呢 就是方便我们什么 做网页吧 方便我们做网页啊 方便我们做网页啊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吧 做一个总结啊 什么总结呢 就是说我们如何选什么图片吧 如何选图片 怎么选呢 好 在制作网页的时候 如何选择合适的图片格式呢 是吧 好 第一点啊 第一点是什么呢 如果说我们网页的这个图片图片比较大 啊 比较大的这个浮面的图片 是吧 那么如果说这个图片的话也不要求透明背景啊 不要求透明背景怎么样 就用什么 JPG吧 啊 就用JPG啊 如果是浮面大的不要求透明背景的图像 我们就用什么 JPG的图就行了啊 就这么选啊 如果说背景要求透明或者半透明怎么样 就用什么 PNG啊 就用PNG啊 这么选 就是说大的图片 透明背景的就用PNG 不透明的就用JPG 这个好理解吧 啊 好 那么的话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点的话是什么呢 如果说是使用小浮面的图片 就是小的图片啊 比较小的 或者是图标 那么图标是不是也是一个图片啊 大家记得图标是不是也是图片啊 图标也是图片啊 只不过它另外一个说法它比较小是吧 啊 如果是什么 小浮面的图片或者图标怎么样呢 我们就要怎么样 如果图片含多种颜色啊 我们就什么呢 使用GF或者PNG 是不是这样的啊 使用GF或者PNG啊 那么这个时候选的时候怎么样呢 如果我们要求什么 变样光滑点什么呢 就用PNG吧 是吧 GF变样是不是有点锯齿啊 是吧 有时候有锯齿啊 那么我们今天用了一个小图 比如说用了一个这个 这个六这个东西 是吧 这个小图片是吧 它是不是很小啊 是吧 它变样如果有点锯齿 它也可以接受是吧 不过这个是个PNG 看见没有 这个PNG啊 这种小图的话 如果什么呢 你变样的 如果不想有锯齿的话 怎么样呢 还是用PNG吧 那么现在说嘛 大图或者小图 如果是想透明背景 都可以选择什么 PNG吧 都可以选择PNG啊 好 那么的话 如果图片是单色 我们说了 那个矢量图 是不是色彩不够丰富啊 色彩不够丰富啊 如果图片是单色 而且怎么样呢 要求有很好的显示效果 我们怎么样呢 就可以什么 使用SVG吧 SVG啊 SVG的图啊 好 那么的话 如果图片是动画怎么样呢 是不是只能使用GF啊 只能使用GF啊 其他的格式 是不是用不了啊 好 我们刚才介绍 这几种格式里面怎么样 这个GF可以做动画吧 GF可以做动画 是吧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这个Flash 是不是可以做动画啊 那么它是不是 退出历史五来的 是吧 那不能用Flash了 怎么样 还是得用什么 GF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几个图像格式啊 几个图像格式的这个用法啊 图像格式的用法啊 好 大概的话 我们刚才介绍这些图片的话 就是 怎么样呢 就是啊 大概有 大概有个印象吧 好 为什么要这么选呢 为什么要这么选呢 实际上是为了选择最合适的图片吧 选择最合适的图片啊 那么你为什么说这个如果什么大幅面的如果是不透明背景 为什么不用PNG啊 为什么不用PNG啊 PNG 纯粹不透明的也行啊 是吧 为什么不用PNG啊 因为什么 JPG的什么 相对来说是最小的吧 容量是不是最小的啊 那么它的容量怎么样 是比他还比什么 比PNG还小吧 有没有没有 所以说最优化的怎么样呢 选择JPG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的话 如果是透明背景的话 为什么不用JPG啊 因为JPG不支持透明背景嘛 是不是这样的啊 可能我们没办法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不是只能选择PNG啊 是这个特点吧 好 就是因为这根据这前面的几个特点怎么样 才总结出这些特点吧 是吧 总结出这些特点啊 好 大家的话把这个特点的话 要稍微的什么啊 理解一下 好吧 这个特点要理解一下 好 这个就是关于我们网页上做图片的 什么 一个什么呢 一个什么 选择的这个方法啊 选择一个方法 好 这就是图片的一些信息啊 图片的一些信息 好